大直派出所遠景 喬裝成民眾 正當杜姓夫人要交出錢袋時 當場將車手逮個正招 警察發現 前來取款的周姓女車手 既然是一位67歲的阿嬤級嫌犯 有數十次詐騙犯罪前科 你交了沒啊 交了 交給誰 之前被抓過車手 你不是第一次坐了 不要 不要裝不知道好不好 你應該知道找你幹嘛 阿嬤也知道這個不能做 現在涉嫌詐欺犯 將你逮捕 原來60歲的杜姓夫人 在臉書認識自稱是外國醫生的網友 兩人相談甚歡 網友要送禮給他 但包裹需要交付關稅 才能通關放行 因此讓杜姓夫人 兩天共提領了78萬元給車手 沒想到詐騙集團 時髓之位繼續載藥 才讓夫人驚覺受騙而報警 於是在第三次面交時 配合警方當場查獲一名年近七巡的 詐欺車手 並查扣其所有隻手機 現金 面交地點 路線圖等證物 最後在幾名合作下 周姓女車手第三度在大直捷運站面交時 當場被逮 警方查扣她的手機還有現金7000元 偵訊後將這名阿嬤車手 依違反洗錢防治法及刑法詐欺罪嫌 移送台北地檢署偵辦 記者劉德宇採訪報導 我召售下 我召售地啊 姜小姐